沒有啦 撐去拿啦 工地施工導致周邊的路面坍塌 還有七貨民宅傾斜均裂 晚間怪手出動緊急貼著牆面 先做支撐 現場還有透地雷達 偵測管線有無受損 消防車持續灌注水到工地下方 一碗灌了五千多噸的水 撐住地基 民眾發現屋內牆面均裂 樓梯有裂縫 磁磚也掉落 這是位在高雄前進區的一處建案旁的民宅 十四號疑似因為工地的鋼板莊 擋土壁 密合度不足 勝損勝殺 造成周邊的路面坍塌 一旁民宅地面凸起 門窗變形 連透天錯也向左傾斜 住戶驚險逃生 而隔天一早 市府人員在現場緊盯 還有七十多歲的住戶不放心 回來看房子情況 無奈進不去 有房子住不得 也無法開店做生意 受害的住戶和房東 無奈心情全寫在臉上 整個這七棟的暫時支撐 以便讓我們的住戶能夠有機會 先去把整個物品給清理出來 而這起公安意外 一共有二十位住戶緊急撤離 上午公務單位持續搶修 副市長林清榮也再次強調 鑑商一定要負責 市府也會求償到底捍衛住戶權益 華視新聞高雄 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